哈囉我是陳寧官 拜託大家支持唯一官方頻道 年代向前看 趕快按訂閱喔 年代向前看 向前看年代 大家好我是寧官 歡迎我們中時觀眾跟粉絲 掃描QR Code 訂閱年代向前看 YouTube官方頻道 我們看今天台灣是中秋連假 但是港股開盤 港股直接砂盤砂破了 兩萬四千點整數關卡 今天港股的破底效應 展現在香港地產股指標的 龍頭老大長江十夜 今天直接中挫將近一成 整個地產股全面血流成河的同時 北京事實上直接要求 香港地產商要解決 房屋短缺的問題 要把錢交出來 北京如此的強勢 引爆了香港的股災 也引爆了每股盤前棋子 重挫將近五百點 事實上這一次最新的一個追稅令 再度殺到所有娛樂圈 娛樂圈全面查稅的同時 那台辦跟北京方面 再度禁了我們台灣的聯務 跟世家 而同一時間中秋連假解放軍的飛機 仍然來老台 不過事實上拜登任內第九次 美國的軍艦再度穿越台海 美中關係全面在對立的同時 這一次美日印澳四方安全會議 還要打造一個安全的半導體供應鏈 那台灣當然也是半導體當中的重中之重 可是另外一方面來自香港跟恆大的金融風暴 會對全世界的政治經濟跟軍事帶來什麼樣的變數 我們待會好好聊聊 今天現場要請到六位特別嘉賓 第一個好朋友是星光醫院洪子人副院長 觀眾好 主持人各位好 再來是台北市議員梁文傑 大家好 再來是產業專家朱月忠 大家好 再來是黃童夏大哥 大家好 再來是黃創夏 大家好 再來是文傑 大家好 好 這個我剛剛講 今天事實上仍然是台灣的中秋連假 那當然台股今天並沒有開盤 但是港股今天 這個盤中恆生直接中挫超過1000點 那整個香港地產股一片血流成河 然而另外一個還在發展的變數是台海 特別是美國為首圍堵中國的戰略跟軍事的壓力步步進逼 好創下剛剛看到美日應道不但打造四方安全的這一個戰略布局 同時也要捍衛安全的半導體供應鏈 同一時間中秋連假解放軍飛機仍然老台 但是美國軍艦喔 這是拜登任內第九次穿越台海 中秋連假 但是台海的局勢也一直沒有放假之中 在禮拜天的上午的時候 共機又繼續的再來侵擾我們的AID里西蘭空域 而且這一次是一架的運8反潛機 加上兩架的殲16就過速來侵擾了 而這樣一個侵擾裡面呢 我們的空軍防衛的部分也是沒有放假 所以我們這一次面對這次假期裡面來侵擾 我們戰機飛上去警戒 然後廣播驅離之外 我們地面上的防空飛彈也在追蹤跟肩 避免它利用假期有任何的一個蠢動 而在此同時的時候 美國太平洋司令部正式的公告 他用新聞稿講說 為了確保在國際法之上的自由行動自由航行權 美國第九次在今年度第九次的伯克級的神盾艦 貝瑞浩直接由北向南再穿過台灣海峽 告訴中國說我們就是要這樣子走 你不要給我囉嗦 所以在這個情況之下 中共到現在為止 今年九月已經是第13次派飛機來侵擾台灣 一整年之內已經有180天天天來鬧 然後在此時此刻面對共軍 美軍直接就叫第九次超過來 這一次中國的國防部也出來認為說 美國是在挑釁 所以也宣布說在我們漢官37號演習之後 他們立刻也要在台島西蘭 進行大規模的時兵操演和巡警演習 所以爭鋒相對的局面越拉越高 面對這樣爭鋒相對的局面 美國前印太司令戴貝瑞浩接受專訪之後 特別提出未來這六年是台海最危機的時候 最令人擔憂的時候 其實Davidson在今年三月九號的時候 在美國國會 他當時還是印太司令還沒卸任的時候 就首先在美國聽證會裡面指出 2022到2027是台灣最危險 習近平可能會蠢動的一個狀況 引起了大家開始對台灣的這個狀況 這是不是六年會攻台 做很多的討論 但是Davidson提出一個更重要的觀察是什麼 他說為什麼2027年是最危險的那一年 因為那是習近平當然他連任到第三任之後 到了2027又是權力過渡的時候 又是習近平要不要計到第四任的時候 所以那個時候習近平會不會為了 內部裡面的權力清雜 鋒而走險 所以他特別提出這樣的一個警告 所以2027習近平會因為內部的權力的問題 中國內部權力共產黨的內部鬥爭 可能台灣是令人非常擔憂 而在這些擔憂的時候 表面上的爭鋒相對之後 另外一個狀況開始 全世界美國在應對還有主流國家 應對這個狀況的時候 佈局也改變了 這個改變是什麼 就是我們上個禮拜已經講的AUKUS 這樣一個成立 美國、英國、澳洲這樣一個同盟 而且他可能是一個印太北約化 準軍事同盟的一個核心 那這個東西成立之後 顯然這個已經佈局了 甚至印度洋、太平洋、大西洋 都要共同抗衷 而在共同抗衷裡面有趣的事情是 其實美國和澳洲在做一個事情 太永世報特別寫出來 這個過程宛如是諜報小說 其實是澳洲再看到這個情況之下 在今年3月的時候 英國的首席海軍大臣 海軍參謀長去訪澳洲的時候 澳洲的人突然把他拉到小房間來 觀察們講說 我們在考慮我們的潛水艇 要不要改由你們和美國協助我們來製造 那這樣一個消息就是 英國原來也沒想到 為什麼 因為澳洲本來有8艘柯林斯級的潛水艇 到2025年要除役 所以他們早在5年前 就跟法國談好了簽約 法國會發明做12艘 傳統動力的柴油潛艦 而這個傳統動力柴油潛艦 那個簽約裡面是 1兆0800億台幣 這麼大的生意 他們澳洲突然覺得說 我們現在不要跟法國弄了 我要用美國弄了 為什麼 因為他們在評估的過程中 發現說去年 他們被中國修理得很慘 所以認為說 你這種傳統動力潛艦不夠了 引力性不夠 續航力不夠 上面的功能不夠 所以他們希望是有4000噸級 以上的這樣一個潛水艇 然後這個東西就只有美國有 所以他們希望英國來出面 那英國回去之後 強森呢 就只有一個不到10人的 極精力調組進行了這個狀況 當然現在出來之後 馬克宏法國當中氣噗噗 可是強森也講說 他不會這樣子 他是要向全世界強烈的展現 他們對於朋友是強烈的支持 印太地區他們是強烈的支持 所以現在 而且最重要的是 為什麼要核止動力潛艇 因為中國的潛水艇 可能可以從澳洲那邊 悄悄的進入太平洋 然後另外一個是 我們台灣雖然有國見國照 但是我們沒有一個可以長期潛伏的 核止動力潛艇 所以紐約時報也講說澳洲這些潛水艇 也許將來他的巡弋範圍裡面 會到達台灣的南部 好那明傑剛剛講到 紐約時報都追蹤了 澳洲如果得到這一個核止潛艇 將來巡弋的範圍 可能到這一個台灣周邊的海域 同一期時間事實上 美軍也在我們漢光演習的最後一天 軍艦直接穿越台海 的確在台灣上個星期 漢光演習的最後一天 美國又派了這一個博客級的 驅逐艦穿越台海 那這雖然已經是拜登政府上任之後 今年也來第九次 但是我覺得更重要的戰略意涵 是必須要看 這一次穿越台海的時間點 是在九月九號拜習通話後 換句話說就是說這樣的一個動作 回去我們去反思說 拜習之間到底談的哪些內容 是不是跟台海有關 其實這一次華府並沒有對曝光 那內容到底談得好不好 雙方是不是有順利溝通 還是不歡而散 其實從美軍博客級神頓艦 穿越台海這一次的動作 可以看得出來 這個拜登政府在台海這一塊 是完全沒有退讓 而且甚至會更進一步強化 為什麼這樣講 其實我們把所有這些 上個星期漢光演習這五天 整個時間軸把它當中心來看 其實今年漢光演習 內部的環境看起來 演習的科目 似乎跟過去沒有太大變化 但是更重要的是 外部的國際情勢 已經有非常大的一個巨變 特別是中美之間 在台海周邊的動作 其實非常的多 那特別是在拜登 跟習近平通話之後 看起來中美雙方 其實在軍事上是有加深力道 那我以漢光演習這五天 以這個時間軸來看 我們把左右來看 左邊是中國動作 右邊是美國動作 其實你會發現 這個漢光演習七號 從九月十三到九月十七連續五天 中間包含共機 共機先前就有來騷擾 但是在這五天裡面 共機除了每天派機騷擾之外 中間有兩天 兵力是比較大的編主出海 那為什麼會這樣 等一下我們來解讀 第一個是在這一個九月十四號 你看他出動 九月十五號出動的九架次 包含像有六架的 這個殲16在內 一架空井500兩架運8 然後在九月十七號 有出動的十架次 那包含六架殲16跟兩架殲11 還有運8反潛跟運8電針 其中這兩架還繞到 台灣的東南海空域 那為什麼五天裡面 這兩天兵力特別多 其實先前我們就特別強調說 只要有美軍大規模兵力 特別是航母打擊群 通過巴士海峽 他就會有這個動作 那先前我們談到 在九月五號 他一共出動十九架 那就是針對美軍的 卡爾文森航母打擊群 穿越巴士海峽進入南海 結果在九月十五號這一天 其實目前已經有 衛星照片拍到 卡爾文森號其實在九月十五號 已經悄悄又穿回巴士海峽 進入西太平洋 目前應該在沖繩附近海域 也就是九月十五號這一天的 九架次其實又是針對 美軍航母而來 那你今天要說 那九月十七號這一天 是不是也是針對美軍的兵力 的確這一次比較特殊 因為九月十五號這一天 就是美軍伯克級 這個DDG-52貝瑞號 由北而南穿越台海的同一天 而這一天之前 在十四號十五號 其實已經發現 有中共的情報船跟軍艦 在台灣東南側的 蘭嶼外海附近 已經在那裡待命 也就是說你可以看得出來 中共除了空中 在對這個美軍示威之外 海上他也用這樣的兵力在跟肩 那在這個等於說 掌握美軍的一個 海上兵力的一個運作 那特別是因為這一艘神盾艦 他通過台海之後 繞行台灣一周 那等於說 這個解放軍用這樣的方式 持續在跟蹤他 那表示說對他也是同樣 在進行所謂的偵察室的嚇阻 那等於說美國從空中來 非常多的偵察機 其實你看到九月十五 十七號這一天 非常特殊 在這個貝瑞號通過台海的同一個時間 當天的上午 台灣南北兩側的空域都有美國軍機活動 包含像北面有一架MQ-4C無人機 一架EP-31電針機 南側則有這個RC-135W跟RC-135S 那你如果從這一個空間上面來看 這形同美國的軍機跟軍艦 把台灣從這個由北而西到南 整個包圍住 這樣代表什麼意涵 代表美國的軍力正在協防台海 所以這個動作 反推過去看解放軍的動作 其實這一天為什麼出動到實駕的軍機 也是在跟美國跟台灣爭鋒相對 換句話說 在台灣內部在進行漢光演習 特別是像九月十五號這一天 在加東戰備跑道 那進行戰機起降的同時 那一天附近的空域 中國的軍機跟美國的軍機 其實都在這裡相互的交錯 相互的角力 那還有包含像當天 其實連日本陸上智慧隊 也開始展開28年以來 規模兵力最大的一次軍演 那高達10萬以上的一個兵力 等於說在西南的海空域 也即將展開演習 到目前已經持續在進行 那所以再配合說卡爾文森號 已經回到沖繩附近的海域 也就是說 美日即將在這一個沖繩附近 那其實離台灣非常近的海空域 也會進行演習 所以一直到今天上午 今天上午最新的是 RCE-135W跟RCE-135的偵察機 KCE-135的加油機 又出現在台灣南面的空域 所以你可以看得出來 整體上來講 就是拜登跟習近平通話之後 很多人擔心說 台灣有沒有可能 又被拜登私底下交換妥協 出賣相關的利益 事實證明並沒有 而且美軍還在台灣周邊海空域 加碼相關的軍力 對台的這一個維護的動作 又更加的提升 那解放軍看得出來 這一次比較特殊的新的發展 是說17號這一天 這個美軍伯克級神盾艦 穿越台海之後 他對於連現在伯克級 穿越台海 他也開始出動兵力 在對他進行所謂的這個威責 那也就是說過去本來 每個月一次的 這個神盾艦穿越台海的 這樣的一個模式 他可能也想要用軍事威脅方式 把他打破 這個部分都可以看得出來說 拜登跟習近平真的通話之後 其實雙方絕對是不歡而上 而且絕對雙方都在繼續用軍力的方式 企圖把對方逼出台海 那這個發展 我覺得未來我們的漢光演習 必須要跟國際情勢連動 一併來觀察 不是只有內部的這些演習 整個外部的國際變化 變化非常大 未來漢光演習是不是連相關的演習科目 都必須要配合這些國際情勢變化做調整 我認為都有必要檢討 好 我們稍後再回來 歡迎回到年代向前看的節目現場 我們今天聊的是 今天是台灣的中秋連假 但是中秋變盤港股破底 這一次香港地產股全面重挫 連長江實驗 今天事實上都直接重挫將近一成左右 然而同一時間另外一個還在化學變化的是 整個西太平洋的局勢 這一次拜登任內第九次穿越台海的同時呢 美英澳的這一個圍堵中國跟圍堵北京的過程當中 英國的角色到底會不會捲入台海的衝突呢 好 本來大家剛剛看到的是強生的公開說法 英國到底會不會捲入台海的衝突 強生說不排除任何選項 是的 我們看到美國總統拜登 前不久跟習近平通過電話 很多大陸的一些大外宣就開始做文章了 你看美國的態度軟化了等等的 其實啊 說實在你了解拜登的話你就知道說 他是一個在這個美國的這個參議院 參中兩院裡面的外交委員會搞了四十幾年 真的是一個笑面虎 不要以為只有中國懂得什麼兩面手法 美國也懂嘛 對不對 表面上正講啊 我不會破壞一個中國原則 但是話說回來 美國所謂的一個中國原則跟中國所謂的一個中國原則是不一樣的 所以這個就是美國也好 現在也好 很多的自由世界國家 大家開始對一個中國原則重新做註解 但是呢 對於中國一再的 對於台灣的這種虎視眈眈 甚至於說 一再的揚言要什麼武統啊等等的這些活動 大家都越來越清晰的表明態度 不會袖手旁觀 那麼我們看到這個每個月啊 美國的軍艦都會來一次台灣海峽的這個自由航行 那麼這一次特別啊 為什麼 他正好十七號 十七號來 那十七號正好要什麼 漢光演習最後一天 時間就這麼恰巧 所以呢 老共也讀懂了 你這不是恰巧啊 你是有意安排的 所以這一次來 老共的傳媒的反應非常強烈 他在那邊吹嘘說 我們這個不但這個海上的跟尖 我們這個潛艇 我們的空中 通通有在那邊隨時準備 如果美國有什麼不軌的話 我們一定反擊 說實在 打嘴巴很容易了 但是呢 美國這一招自由航行 為什麼美國一再講 一再講 自由航行呢 什麼叫自由航行 意思就是說 只要是公海 按照國際公法 我在公海 我愛怎麼走就怎麼走 我的船愛怎麼走 怎麼走 我的飛機愛怎麼飛 怎麼飛 我不需要得到任何人的同意 這就是所謂的自由航行 台灣海峽雖然不寬 但是呢 除掉了兩岸各自領海以外 它的中間部分還是屬於公海 那麼中國的最大的一個夢 就希望讓台灣海峽成為內海 讓南海成為內海 但是話說回來 這個世界不是只有中國一個國家說了算 那麼美國跟其他的這個印太國家 大家就要展現說 不是你說的 我沒事 故意來過一過 就說這是公海 那麼這裡面隱含很大的什麼意義 就是大陸有一個名詞叫碰瓷 碰瓷 碰瓷就說 如果哪一天台海有狀況的時候 你想像一下子 美國軍艦可不可以開到 離台灣的這個領海以外的部分 待在那裡 是自由航行 你看823砲戰的時候 還有就是 我們梁議員 他是大臣的 大臣撤退的時候 第七艦隊的船 就是在大臣的領海以外的地方 在那邊等著 老共趕快攻擊 不敢 823砲戰 老共打47萬發的炮彈 但是沒有一發敢碰美國的船 所以說 我們才能把8寸的大砲運捕上金門去 這就是美國的自由航行 微妙之處 好 那同一時間 文傑 這個北京方面昨天傳出來 這一個準備暫停台灣的聯物 跟世家的進口 說法的這一個部分是說 我們的這一個 農產品的這一個檢驗 並不合格 然而這一齣戲嘛 事實上前幾個月在鳳梨上面上演 你怎麼觀察 我想這個手法是基本上是相同的啦 那顯然北京是有意圖的一系列的一些作為 那他特別是針對台灣的農產品 因為所謂台灣的農村 大部分青綠的比較多啦 那他會設定說 我就是要這個 去搖動你在這個民進黨的票倉的基礎 這個和他對川普的 川普的做法是一樣的 川普那個時候就是他在一個中西部的州 他就是特別針對那些州的農產品 來做一些打擊這樣子 那我在聯物上面這個問題比較好解決 因為聯物的話大概台灣只有出 總產值大概一成 這個出售就出口中國的比重沒有那麼高 但是世家的部分 對台灣來講 就是說台灣特別是那個台東那邊的 所謂的鳳梨世家 就是說這個世家吃起來有鳳梨味道 那個東西在大陸蠻好賣的 所以他那個東西大概一年可以賣10億台幣 賣10億台幣這個產值過去這樣 所以對於這個鳳梨世家這個部分 就對這個世家農 世家農來說是打擊比較大的 那我覺得是這樣就是說這樣的事情 我認為未來會層出不窮 未來會層出不窮 所以也不用試圖 因為農委會現在是說我用WTO去解決 但是我不覺得那個是有任何意義的 因為在你真的你要寫那個 WTO要做出裁決至少一年半到兩年以上 那對中共來講這個東西也不痛不癢 最後做出來的裁決他也不會對他有產生什麼影響 我覺得就是很簡單就是說 先穩定說現在的價格 農委會出錢現在把這個本來要銷給大陸的這個部分 先把它用怎麼樣價格把它穩定下來 以免說他突然拋售到市場 然後造成其他的這個做那個產品的價格下跌 那你先穩定市場之後 你明年也許中國的中國那邊的水果商 他可能就不會再進或者不會再下單了 那這樣的話台灣這邊的產量可能就也就沒有了 我覺得現在看起來是鳳梨正在經過這樣的一個 這樣的一個過程 所以我我個人是認為就是說台灣 目前我們所碰到的狀況其實跟澳洲是差不多的 澳洲他的在在跟中國這段期間 紅酒啦澳洲的龍蝦啦 澳洲的牛肉澳洲的小麥等等 全部都碰到同樣的問題 就是說他試圖去利用這些這個 商品上的商品上的禁運或禁止 來改變你澳洲政府的政策 那澳洲他在這些商品上面 剛開始的時候遇到了蠻大的困難 但是他現在經過一兩年這樣的調整之後 他的澳洲的龍蝦或是紅酒或是牛肉 這些東西都已經找到 其他的市場 那包括連煤炭 很多人那個時候在預測說這個 中國如果對澳洲澳洲的煤炭禁運的話 會造成怎麼樣天翻地步的結果 結果現在也沒有 所以我覺得政府必須要比較用心的 不是說我和WHO爭議一個說我還是要 怎麼樣想辦法把產品銷回你中國去 因為這樣的做法以後會層出不窮 所以我想就是還是盡量分散風險 分散市場然後該不需要期待的市場 可能我們就不需要再期待下去了 那而且現在對於 其實進口這些水果到中國去的 大部分都是台商 大部分譬如說你像釋迦 釋迦或是聯誤 大部分的就是台商在那邊 有蠻多的水果進口商 他向台灣這邊下單 然後去中國 那現在他們也發現說這些 生意是越來越不好做 那以後可能這樣的生意也沒有了 那其實台灣現在大部分的聯誤 釋迦等等都已經跑到海南去了 海南現在是已經是 台灣水果的第二王國 OK 就很多品種啊 可能都在那邊栽種啊 然後他就攻擊中國的市場 但是他的單價 他的成本遠比台灣低 是說起來是蠻悲哀 但是海南的有所謂的聯誤 聯誤王 還有釋迦王 這些都是台商 我們稍後再回來 歡迎回到年代向前看的節目現場 我們今天聊的是中秋連假 結果港股崩盤 這一次再破敵 特別是全面性重挫的 包含指標的香港地產股 那少折跌八九趴 多折跌十多趴 這一次 港股的股災效應 會對全球帶來什麼變數 也是一個外界關心的重點 然後另外一方面 9月25號國民黨的這一個黨魁選舉 現在韓粉真的非中不投嗎 另外現在國民黨終於發現說 如果不抗中 會亡黨的壓力真的是發生的 不過他們不是要抗中國 他們是要抗張亞中 因為如果不抗張亞中的話 他們可能到了9月25號 國民黨就要受中正起 他們亡黨的壓力很大 所以你會看到呢 本來朱立倫這次再回來參選的時候 大家都認為說他的勝算比較高 但是沒想到橫空出世的一個張亞中 佛服搖而直上 甚至一直上去 韓粉全部聚集 國民黨的那些公職人員 每個人都很害怕 是不是張亞中登著當選 國民黨就完了 國民黨就變成國瑜黨了 所以他們現在就趕快跳出來說 我支持朱立倫 我支持朱立倫 我需要一個比較正常的 雖然他們先前的時候 對於朱立倫很多個性 很多過去的作為都有抱怨 這個時候通通團結在朱立倫這邊 但是這個情況之下 會不會因此讓朱立倫 能夠翻轉回來呢 也不見得可以 為什麼 因為國民黨的黨員結構太特殊了 這次能夠投票的36萬多裡面 65歲以上的佔了70% 所以佔了70% 所以國民黨的人口結構 跟台灣嚴重背離 是的 所以你會看到說前面的時候 友台不是公佈了 他們拿黨員投票權的名冊 做出來的一個支持度 詹亚東三成幾 力壓所有的候選人 但是呢 前兩天的時候 泛南的一個全民調 朱立倫三十幾 領先張曉宗很多 所以你就看到 國民黨的黨議跟民意 是有這麼大的明顯落差 然後這一次呢 當張曉宗呢 原來的時候人家也沒看好他 但是沒想到在第一次 電視辯論的時候 他的一輩子 他相信了三民主義可以統一中國 三民主義應該統一中國 這套說法完全出去跟著整個 朱立倫啊 九二共識啊 中國啊 美國之間的閃閃躲躲 跟那個江啟成 完全不能比 五十七的聲量 壓了他們之後 又拿了一把關刀 到了民進黨黨中央 張亞中的演樂刀 讓韓本都開起來了 所以他們現在整個朱立倫壓力很大 國民黨的壓力很大 議員們就講說 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柯文哲會伸手 民進黨呢 本來明年的選舉 民進黨2022是比較有壓力的 現在這個情況之下 看到那些限制長 他們都發現說如果9月25號 真的讓張亞中當選啊 國民黨恐怕在台灣 就再也無立足之地 好我請教一下文哲議員 你今天在臉書也寫了一篇文章 你也評論了這個是 我的評論並不是要幫朱立倫 而是因為張亞中說 民進黨最怕他 當然張亞中這樣說是因為朱立倫說 如果這個張亞中當選的話 那這個國民黨會四分五裂 民進黨最高興之類的 但是我覺得對民進黨來說 其實這本來不是 就是他們的家務事 但是他們硬要扯民進黨 那我只有回 也就是說 其實對民進黨來說 張亞中如果當選的話 那其實就代表這個黨 其實他就 已經不想再經由選舉 拿回政權了 也就是說我們民進黨和國民黨 過去二三十年 都是在用這個選舉來比賽 大家在不管平常的鬥爭競爭怎麼樣 最後的解決方法就是選舉的結果 就是選舉投票 對選舉投票 但是如果張亞中掌權的話 就意味著國民黨以後未來幾年內 都不可能在台灣大型性的選舉獲勝 對而且他這個黨主席 我想他對於選舉的結果可能也沒興趣 因為你看他的發言 他的所有的講法 就是說國民黨要的就是 在思想上面在怎麼樣 在論述上面如何 他從來沒有講過說這個 他這個黨主席他要怎麼樣幫 明年2022的縣市長選舉 怎麼樣能夠贏得選戰 怎麼樣能夠幫2024年的總統選舉 贏得選戰 這個對張亞中來說 這是沒有興趣的 他從頭到尾的訴求 就是說他當上黨主席之後 他要去跟北京談一個 和平協議 和平協議 然後他統一 怎麼樣的統一方案 簡單來講就是這樣 這是他唯一的興趣 那所以對於 如果說真的在想中當選國民黨的話 那我們民進黨跟國民黨的競爭 顯然以後就是不是在用 那選舉來競爭的 那我覺得這樣的國民黨 他可能會變成一個比較體制外的政黨 也就是說我們台灣其實有不少這種政黨 譬如說統促黨 他其實雖然號稱政黨 但是他從來不想要選舉 他也不想要贏 那國民黨就統促黨化 那民進黨就很好選舉 對我們來說很好選舉 但是我們以後跟國民黨競爭已經不是選舉競爭 就會變成是一種 在街頭廝殺嗎 你怎麼樣去對付一個 他不想選舉 但是掛著政黨名號的一個同戰組織 那我覺得這個就是 對民進黨來說就是要重新思考 譬如說我們過去在 有一個統一數據 2015年到2020年之間 整個政府起訴了222個 用國安法起訴了222個人 結果只有19個人被判刑半年以上 半年以下你可以罰還 大部分人都是罰還了事 19個人就是半年以上 所以簡單來講就是說 當國內的政黨的競爭 已經不是在用選舉來競爭的時候 那就變成是一個 怎麼樣面對這一類團體的活動 你甚至說統戰活動 或是在某些人就是作戰活動 所以我到目前還是相信 就是國民黨很多人 其實目前他都是非常緊張的 他們也看到我剛才所講的 這樣的危機 所以他們還想選舉 大部分的國民黨的 這個還在政壇上的人 都覺得說只有選舉下去 在選舉上打敗民進黨 才是政道 所以他們會用很大的力量 去圍堵詹阿中 現在看起來這個圍堵的狀況 已經成形了 而且在這個圍堵之中 顯然很多人已經選邊站了 就是說江啟成已經被放棄了 是很明顯的 那朱立倫可能會 就是比較得勢 在這個狀況之中 顯然氣保已經發生了 那我請教一下洪富 另外一個部分是在台灣內部 這一次中秋連假很多地方 旅遊景點人山人海 不過台灣的疫情相對是 表現比較樂觀的 你怎麼看 對我想這一陣子就是說 台灣的疫情 因為我們在這個邊境嚴管 社區監測 從長榮基斯坦到幼兒園案 慢慢都已經結案 那表示台灣的疫情又恢復到 四月份之前 區域比較一個平穩的狀態 但是我想在這個週末 主要民眾比較談論的議題 就是說在上星期的這個 有一位網紅 因為他就是在打完高端疫苗之後的 十天左右 那到了檢驗所去做了 這個所謂抗體的檢測 那在這個週末 事實上是引發了一些熱議 那這個熱議來講的話 事實上在 星期三的這個指揮中心的應變會議上呢 其實是會來討論這樣一個議題 所以我想就這個議題的部分 我也跟大家分析一下 就是說為什麼就是說 在目前會產生這個 所謂抗體檢測這樣的一個議題出來 那我先講結論就是說 這個議題呢 如果要要處理的話 我想有兩個基本大原則 一個就是國家的標準規範 國家的標準規範 第二個就是民眾的正確認知 來看待就是打完疫苗後 抗體檢測這件事 這些認知包含什麼呢 第一個就是說 到底什麼情況下去驗這個抗體 是比較合適的時間 那我們認為是說 像這次的這個網紅 他在打完高端疫苗後 10天去驗 事實上我們都知道 在打疫苗的兩劑的中間的過程中 抗體會因人 因人的年齡 以及他的這個身體狀況 這個本來就會有抗體的這個 上上下下的一個幅度 所以這個事實上並不是那麼的準確 而我們建議說 比較好的一個時間點 應該是在打完完整的兩劑疫苗 不管你是打AZ打Moderna 打高端都一樣 你兩劑經過了四週後 那你再去 就是再去驗的這個抗體的話 那那個時候的抗體的這個值 可能是一個比較穩定 可以做一個參考價值的一個部分 第二點我也要利用這個機會跟民眾講 就是說 目前這個網紅在網路上所顯示的 這樣的一個抗體的一個數值 事實上他驗的呢 是叫做新冠這個COVID-19的所謂的S Spark 就是S Protein的這個IgG的這個抗體 就是S Protein的這個抗體 但是呢這個抗體有一個問題 就是說這個所謂的S Protein的這個IgG 它並不等於中和抗體的濃度的一個效價 這個是兩個是不等同的 那我們都知道 你要看我們對避免住院 避免被感染有多少的保護力 我們大家現在也都知道了 免疫橋接那個標準 叫中和抗體濃度效價 基本上你是要有中和抗體濃度效價 去做一個比較的一個基準 但是你現在去驗的 他只是在驗說 到底你打完疫苗以後 有沒有產生所謂的這個 S Protein的這個IgG出來的這件事而已 但是這件事情是 沒辦法完全類同於中和抗體濃度效價 這第一點 第二點 我們的這個測抗體也不能去測什麼 不能測說你的T細胞反應 在你打完疫苗後 你對T細胞反應的狀況是如何 就是你的免疫系統的這個狀況如何 也是測不出來 換言之你去測了這個IgG 有多少的抗體 只是能夠告訴你說 你測你打完疫苗之後 你有沒有產生所謂的 S Protein的這個抗體蛋白出來 所以這件事情我想 也要讓民眾要有一些正確的認知 那包含就是說 事實上測這個抗體 在全世界有不同的廠商 都有發展出這個測抗體的這個試劑 所以也會在不同的試劑之間 不同的廠商之間 他的這個標準也不一樣 所以我想這件事情就是說 如果問我的話 我認為說我們國家還是 可能要去有一個規範跟指引說 如果我們要測抗體的話 那是在什麼樣的規範下 什麼報告格式下 什麼機構去測 那民眾去驗也是可以 但是我覺得你要有一個正確的觀念 去瞭解說 這個並不代表一個抗體保護的全貌 那這個認知你要有 第二點我還是強烈的建議說 你驗完這個抗體的這個報告 最好要交給什麼 所謂的專科醫師去判讀 像是感染科小兒科加醫科等等 專科醫師去判讀 這樣子的話 可能你去花了這個錢 去驗了這個報告 所得到的這個數值 是比較具有一個參考標準 那另外就是說 在這個週末裡面呢 我們也看到了就是說 在這個英國呢 事實上他們的這個 每日電訊報裡面呢 就強調了一件事情 這個我們之前也強調過很多遍 就是說群體免疫 事實上是不存在 而且呢 事實上他們裡面的這個 專家就提到是說 將來如果沒有接種這個疫苗 將會成為Delta獵捕的首要目標 你講得那麼清楚了 所以我想在這個情況之下 就是說 未來呢就是說 如果在這個 在這個打疫苗的一個過程中 像現在我們已經打到第九輪了嘛 那因為我們還有350萬的 所謂的65歲以上長者 現在就超過3-5%的人打完第一劑 所以我想接下來這個最重要的 我們的政策上的目標應該是 在這個10月底之前 怎麼樣除了第一劑要到60%以外 怎麼樣把第二劑的這個覆蓋率 能夠現在要加緊的追趕 那這個才是在避免就是說 如果Delta病毒進入到社區以後 我們要優先保護這65歲以上的長者 因為他們是最脆弱的這一群人 好 我們稍後回來 歡迎回到年代向前看的節目現場 我們今天聊的是台股今天並沒有開盤 但是港股開盤這一個一路殺 那盤中最低的跌點 這個突破千點 香港的幾個指標個股 這一次跌到龍頭股 地產股的這一個新鴻基地產 或者新世界地產 或者長家實業 跌幅都將近有一成 好 這一次 港股的重挫引發了全球金融市場的壓力 也造成了美股的期貨盤 電子盤的這個回檔跟壓力 那主要的地產股這一回合之所以跌得這麼深 是上個禮拜五路透社說 北京把地產商叫去 要他們好好解決房價 是 我們看到今天呢 整個東北亞地區都在放中秋節假期 從日本韓國到中國到台灣 大家都在放假 唯獨香港在開盤喔 結果一開盤就暴跌 好 那盤中最高跌1100點 那原因就是剛剛您所提到的 北京政府把香港的這些地產 到後呢找去喝咖啡 說什麼事情 說這個北 說香港的房地產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大家都知道香港房地產 都是全世界數一數二貴的 好 大家都買不起房子 那買不起房子的原因呢 當然就是因為供給不足 所以換句話說 是不是要這些地產商做什麼動作 譬如說房價大幅的下修 那這我不曉得 可是不管原因如何 我們看到的就是 這些地產公司的股價 在今天造成崩跌喔 盤中很多的個股跌幅都超過10%以上 而且都是這些重量級的公司 像長石集團啊 新鴻基啊等等這些公司 好 那還有一個原因喔 從我剛說這個 因為說這個地產的地價的問題呢 居然還有一個更誇張的是 居然說2019年以來 香港的所有的民主運動 社會運動 居然是跟高房價有關係 這個真的已經是打破我的認知喔 從我到尾不認為這一波的 這所反送中運動 居然跟房價有關嘛 那顯然中國又在做一些牽托的動作 好 我們看到今天香港盤中 大跌1100點喔 波段跌幅 今天以來最高跌幅 已經超過13%以上 那國企股就更不用說了 今天一樣是重挫的情況 今年以來整個國企股 已經大跌最多超過20%以上喔 好 我們再看到 今天沒有開市的中國股市呢 好 上陣重要的指標 上陣最大的50加的上陣50 今年也跌了13%之多 相較之下我們看看 今年以來表現好的市場喔 好 表現最好的我們看到 亞洲的印度 今年以來是全世界目前為止 主要國家裡面最厲害的喔 已經找了將近23% 而且這一段時間 大家大陣都在休息了 他還在持續創歷史新高喔 好 再來我們看到了 胡志明股市 今年以來也漲了22.5%左右喔 好 雖然有疫情的問題 但是還是不礙於他的股市持續往上 好 我們再看到美國的幾個重要指標 好 標普到上個禮拜 已經漲了將近20% 那納斯達克也有18%之多 那歐洲股市比較強的主要就是 法國股市 今年以來大概漲了17.56% 好 那終於看到台灣喔 台灣因為這一波有稍微的回檔 最近雖然有再回升上去 不過今年以來的漲幅是大概剩15.9% 大概16%左右 之前多的時候有將近20%號 那但是相較於其他國家也算是前段半了 再來看到道琼指數 今年以來有14%多的漲幅 好 再來歐洲的另外一個重要市場 富時指數 今年到目前為止也有6%左右的漲幅 好 我們再看到拜登總統 最近的這個四方會談的草案出 這公告出來了 欸 告訴我們說 本來我們以為這個四方會談 主要應該是在講一個政治的問題嘛 講地緣政治的安全性的問題嘛 結果還是提到了半導體 我們也知道 就在這個禮拜 美國即將要再度召開半導體的高峰會 結果你看到這個四方會談裡面 找到這個每日一到這四國一樣又說 我們要注意到這個半導體的供應的能力的安全性喔 而且要找出我們的弱點 不能被一些有心人士給破壞喔 那我們要使用最先進的技術呢 然後呢 要尊重人權 好 等等 可是這個四方會談的這個草案裡面 有一個地方讓人家注意到了 欸 完全沒有提到中國 這覺得很奇怪嘛 這件事情 四方會談本來主要的目標就是要針對中國 可是草案裡面完全絕口不提中國 原因是什麼 因為印度的 印度說呢 我的原則現在是不結盟 我也不想得罪中國 所以你們就不要特別提中國了 好 再看到為什麼一再提這個半導體喔 因為實在缺貨缺得太誇張了 所以你看到 戴姆勒克雷斯勒的這個卡車部門的CEO呢 又出來說了 我們現在真的是缺晶片缺到天望地老 整個第三季差不多已經快要結束了 可是我們的晶片一樣吃緊 接下來呢還是沒有辦法解決 所以呢 戴姆勒在美國在德國的車廠的這個供應 都通通出了問題 不是只有戴姆勒 我們看到豐田更糟糕 豐田本來說我的10月份要準備減產 現在又修正說法 我不是減產 我要停產 多嚴重呢 豐田在日本有14個車廠 一共28條伸展線 其中27條都要停工 哇你看這是多嚴重的事情 那他自己停也就算了 問題是豐田在日本光供應鏈有4.1萬家 他一停工供應鏈怎麼辦 那他進一步問那你要停多久 他只說他臨時性停工 可是他也不敢說什麼時候要繼續生產 他只說希望年底之前這個問題要能夠解決 那能不能解決就沒人知道了 再看到大摩 之前大家都說你這個亂爆料 說什麼台積電聯電被砍單 結果大摩又出來斬釘截鐵說 我確定這件事情 因為他說我已經拿到資料 因為台積電的Apple 5奈米訂單已經被砍了 不只這樣子聯電的7奈米電單也砍了 而且他在附加說明 因為這一波呢 因為馬來西亞因為疫情關係 整個他的產能利用率只有47% 導致很多廠商都overbrook 那事實上呢他提到了 不管是手機不管是電視 不管是半導體的晶片 其實早就已經需求轉弱 已經開始庫存了 所以呢這個大摩還是斬丁截鐵的說 你們等著看 台積電第四季的這個 這個成長率一定會往下掉 那到底事實怎麼樣我們就等著看了 好那再看到呢台積電到美國到日本去呢 大家很多說啊會對台灣的這個 這個安全有受到影響 可是有媒體跳出來講喔 不能這麼看喔 其實台積電到美國到日本去設廠 對台灣有三個好處 第一個是台積電在台灣的時候呢 它的虹吸效應導致有這些高級的人才 都都會要往台積電去 那其他的產業可能就沒有這些人才了 那現在台積電一部分分散到其他國家生產的話 讓這些人才有機會分散到其他產業 那台灣就有機會出現第二座 甚至第三座的護國神山 那第二個呢台積電不去 人家其他國家就我們剛剛說的 韓國人家也在自建工藝鏈了嘛 那雖然人家現在不如我們 可是如果台積電不去趕快去卡位的話 那遲早也會被對手給超越喔 那第三個就是當然是 這一波美國都已經開好好幾次 希望台灣能夠這個加碼供應 那除此之外呢 大家也都擔心說這個整個半導體供應鏈 太集中在台灣的話 會有安全的問題 讓我們台灣主動釋出善意 讓台積電到其他國家去 基本上也可以分散這個問題 好再看到大家很擔心聯準會 是不是真的要開始QE解碼了 所以我們剛剛林寬也提到 好現在美國的股市的這個 電子盤已經開始在跌了 因為明後天聯準會就準備開會 那另外一個重要的指標就是 美元指數開始在往上攻了 過去呢連過去兩週的美元指數都在往上 那以今天我們看到的最新的指數 也已經來到93.38 那相對的台幣就已經開始在走扁 所以大家要去注意到這個趨勢 我們再看到一個很重要的原物料鐵礦砂 哇大崩盤 光上個禮拜暴跌了22% 為什麼跌這麼慘呢 主要就是兩個原因 第一個中國因為明年要辦冬季奧運 所以限制鋼鐵生產 因為鋼鐵生產污染很嚴重 第二個當然就是防氏降溫 所以對鋼鐵的需求少了很多 所以我們看到這個走勢圖 從今年的高點到目前為止 跌幅已經55%之多了 你就知道這個鋼鐵有多慘了 好 我們稍後回來 哈囉 我是陳寗官 拜託大家支持 唯一官方頻道年代向前看 趕快按訂閱喔